德州的休士頓是美國第四大城市 但走在街上卻常常不見人影 因為他們的地下通道 幾乎就能滿足各種生活機能需求 成了市中心上班族的最愛 在哥洛林地的休士頓市中心 街道上卻幾乎見不到行人的踪影 原來休士頓市中心有非常便利的人型地下通道路網 這些地下道位於地表下6公尺深的地方 長度將近10公里 橫跨95個街區 連接著各個辦公大樓 再加上有冷氣空調 讓上班族更青睞於使用地下道 以免遭受日曬雨雲的困擾 太多雨或太多熱 是讓大家的地方使用這些地方 地下道內從餐廳 商店 銀行 政府機關 旅館到診所等各種設施迎應俱全 雖然整個地下道系統 在週一到週五的正常營業時間 向公眾開放 但各個地下道則歸其上方的建築物所有 休士頓市中心的地下道系統起源於1930年 當時只是連接兩家電影院的一條小通道 後來經過幾十年的演變 直到1970年代 才逐漸發展成現今所知的大規模地下系統